警車開到路口才剛要左轉 碰一聲和直行的黑色轎車 乏身擦撞 轎車停不下來 又往路邊店家撞 從另一個角度 黑色轎車撞擊前還扭了一下 疑似閃不過連環撞 這一撞黑色轎車駕駛 也被發現是酒家 被撞的餐廳 門口裝飾用的木門被撞斷 木板裂成好幾塊 玻璃大門有鐵門擋住 還是被撞歪 圍牆紅磚也掉滿地 櫃台更慘亂成一團 電腦螢幕砸在地上 莫名其妙被撞的店家只好在大門 張貼告示 只能請客人暫時從停車場側門進出 霧峰分局的警車車尾巴被撞到缺一角 事發在台中大理大風中山路口 黑色轎車駕駛是32歲的餘姓男子 行駛在中山路 連撞後自己也受傷送醫 氣胸住進家戶病房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駕駛警車的遠景沒有受傷 不過駕駛喝酒還敢開車 結果不但半路遇上警察 還把他撞上去 當時深夜該路段是閃燈 警察是閃紅燈左轉 魚姓男子是閃黃執行 後續趙澤也會送到焦大離親 電視頻宣布蘇泰影羅一星台中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旁邊蒼特 參張火花 您擴大視 入閉